市民只要登入勞工署网页的最低工资计算机 输入月薪、工时和休息日数和饭中钱等的资料 就可以计算到目前的时薪 是否符合法例要求 如果不足还会显示差额 当中已经涵盖大部分的行业 但是勞工署的巡查工作仍然会继续 现阶段主要是协助雇佣双方了解法例的细节安排 是否真的违法呢 其实是要去到第一个量期 出了量之后才知道的 因为现在大部署大部分都未去到量期 所以我们现在的个案主要 勞工托察去巡查 第一就是看他们是不是已经都熟悉的法例 如果发觉他们不是很清楚的 我们会告诉他们 据勞工署的资料 最低工资法例月初实施至今 收到的查询已经由初期的每日1000宗 下降至现时的每日300至400宗 暂时未有检控个案 香港分频电视记者黄嘉莉报道